如果要买中古屋的话 选什么样的屋龄是最好的呢 根据实价登陆统计分析解密 CP值最高屋龄是11到20年的房屋 一年涨幅最大可达8% 相较于10年以下的房屋价格便宜一成 那么屋龄21到30年的房子虽然是比较便宜一些 但是维修问题也多 房价增幅只有2.9% 房屋有高有低 但你知道吗 怎么从楼层解密找出CP值最高的房屋 为在台北市12年的中古屋 看起来还很新 屋矿也不错 比起附近10年以下的房屋 一瓶至少便宜10万 但屋矿又比20年以上的房子好 根据实价登陆分析 11到20年的房屋 就是CP值最高的房子 它可以有8%的涨幅 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屋矿上好 那根本不需要太多的一个装修 但是如果是20年或30年以上的房子 当你入住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花个两三百万的一个装潢费用 根据统计10年以下的房子 在102年 实价登陆平均来说 要66.1万一瓶 到了103年 就涨到了66.5万一瓶 涨幅是0.6% 但是11到20年的房子 102年是55.2万一瓶 到了103年就变成了59.6万一瓶 平均涨幅高达8% 21到30年的房子 虽然均价比较低 102年是56.3万 到了103年是58.8万一瓶 但涨幅只有4.4% 所以11到20年的房子最保值 小套房平数比较小 所以在银行贷款的乘数上 我们也要注意 那再来第二个它的地点 是不是靠近捷运站 但专家也提醒 买房子还是要注意地段 如果地段比较偏远 涨幅依旧有限 但也许在同一区价格屋林间 摇摆不定的购屋族 就能够用屋林透视 背后的投资增值空间 记者吃小配 林东明台北报道